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继续做另一支笔 这个笔是弹笔的好像是469 到时候要看一下标题 笔也是刚刚到 然后这么一看包装有点好像还是不错 但是既然不是平常那种塑料盒 整个看起来反正不影响 包装盒最后还是会扔掉 这个笔器提前我已经看过一遍了 为什么呢?等会会跟你们讲 那给的东西反正就是 一个笔尖 一个笔尖 一个小笔管 笔管就不拿了 因为本身好几支都有了 然后这样子一个笔 那笔的话现在就剩下咖啡色 不知道它会不会有新的 那是这样子 先讲一讲 整根笔一拿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粗 那尺寸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哪一支那个146再拿一个 呃 白丽金 对 然后能看得到就是大中小 也就是说这支笔本身的尺寸是偏大的 然后呃 上面的一个抛光的话也是能看得到 就是说那个都是很镜面抛光了 可能谈笔这个会稍微看起来好像弱一点 但不是很明显 我在电话上面看还差不多 大小反正就是这样子了 但是然后整根笔的话特点就在这里 两边打开 打开的话呢 它就这样呃很粗 手的话反正拿的话呃 这个笔握算是呃算还ok 就中等它不算是很粗 但是笔感这么看它是算是大大性笔 那但是笔握的话就不算是呃 那现在要讲的就是那个换尖的问题 是这样子弹笔的这个尖 我提前我看过一下非常好拔 哎呀 那非常好吧 那整个就能这样子拔出来了 一开始他装好的时候是这样子 是送一个那个两个笔尖装在这的 我是换我是自己先提前问了一下 因为那个保住笔这个我装不上去 我试一下现在能不能拿下来 好像不太能不这个反正很不不太好装 也不太好拿下来呃 但是那个因为他是这样子呃 钢尖的这个总成们 人看到他是透明的一个呃 什么透明的一个这个套筒 然后呢是在一起就整个总成是这样子 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他笔尖这么进去的时候嘛 那我就需要说把里面透明的这个套筒给拿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保住笔尖给装上去 比较麻烦就这个地方其他还好 那送的笔尖的话就不会两个都是 这个是水底打磨 这个是刀锋打磨嘛 那笔尖的话有机会就是就会简单的做个影片讲一讲这样子 呃所以由于他笔尖非常好拆 所以装这个非常难装 主要要强调是这个点 那算记得就是如果你是写中文的大 那基本上都是用那个刀锋尖嘛 那其实呃呃呃刀锋尖的话那直接换这个 而且他还是一个双色尖 那跟呃其他的呃 sorry呃 我们看一下其实质感还是颜色来讲 嗯这个颜色会更偏向铜色多一点其他就还好 呃不知道有没有摔到摔到就应该还好 好那个那我们就继续笔的话是这样子 中间这里是隔断的双管上磨 除磨量这么看很呃很小 其实也不会因为笔管本身是挺粗的 呃密封方式也是用那个密封圈 呃里面你看其实这个笔 就平常所见的一般的那种呃吸末器会怎么讲 会大很多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少 另外那个笔尖我就先把这个刀锋尖给装上去 刀锋尖装上去的时候水滴的话我估计看我视频 应该写的观众应该不是很经常写英文就是 除非是练那种英文书法 但是如果练英文书法应该更多是那个什么 呃用那个沾水笔 好那一个一样笔尖对准 然后握着放上去就可以了 反正放也不会很难放那基本上这样子 ok记得反正对大概就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笔尖给收一下 呃然后呢就开始试写大概讲的就这么多了 因为呃笔尖看多了其实都差不多就那样 那所以所以说这支笔本身最大特点是说 它价格也不算是特别贵 呃而且使用信用非常高 你放在笔袋里面即使有毛痕什么的 你你最多就换一支吗 但其实笔本身是很耐用的 这这点是很值得肯定的 那我等会对比还是用这一支 那你这么一看是不是很很粗整根笔 这一根就很细了一拿起来 但这一支就很粗了好那呃 墨水瓶上面的话因为对我都我桌子比较小了 每次要去故意拿东西 这个是鲜鱼的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墨水空瓶 然后就对刚好就为了这个 然后买一个空瓶顺便试一下这个好不好用 135ml的一个容量 那墨我就先给它那个低上去先 然后再来可能让它缓一缓 然后我再下来我再开始来试写这样子 好像我扭的有点紧 ok 然后反正少上一点吧 一开始也不用上太多 然后你现在能看到其实这个瓶子上面 你别看它试管这么长 其实就上面这一颗也就是说这颗东西能碾压多少空气 它就只能吸收多少的一个什么呃墨水 所以说这个不要想着它能像平常用的那种呃 就整根是吸收出来的那种塑料的话 就不要不会像它那个储膜量这么大 好这个原汁笔的话店家特别那边跟我讲过 他是说这个东西可能要等它上回墨写一段时间 然后再它那个墨才会走的比较顺 因为保住笔的这个整个笔管它是比较浅的这样子 还是要上一下抹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一支笔本身能上 因为我是万年F间或者M间 个人是喜欢用M间的万年你当中我是万年的一个 这个反正就是标准间吧F和M基本上所有钢笔都会有标准间 再加万年的黑色墨水 所以说别的墨水来讲我也不是很熟 然后那个笔尖的话也是因为我用来用去 反正就那么几个影响就是没什么变化其实 好那试写的时候基本这样子那我们先试写这个钢尖 然后再试写一下它保住笔尖 好那一个也是一样本子的话 反正现在就是哪一本专门来做这个评测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就是 呃弹笔那先试写一下吧 看一下会不会OK 不知道它出水是呃会不会马上出水 这个就不知道试一下 OK 对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了可以了那就这样那首先钢笔的控墨跟正常的这些原子笔原珠笔就是正常的出息凭空肯定是没法比的这个这个是铁板占0.40比较意外的是他那个我用我这个墨水是他送的然后我也好就是英雄墨水那出墨你会看到他比较淡没那么黑然后宝珠笔的话比也是很意外我本来想他宝珠笔 应该能跟这个很接近的结果是没有感觉就像一个F肩出来的一个怎么样一个F肩出来的一个笔肩控墨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精准 反而他这个刀锋肩的出墨会更好一点刀锋肩的话这个写中文的话能看到就是很容易出一些一些就是说一些出风 但是如果你说出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更容易就是说如果稍微控制好一点其他的话弹性也是有的只是说不是特别大能看到这个浅一点这个深一点 那我再随便一下其实就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出息 那宝珠笔的话反正爬格子来讲不是特别密的字的话还是一样他不会太就还好一点就不会说像前面做的弹笔268那样子就基本上是混成一档也还没有还ok这样子 那基本上书写的整个结果就是这样子了其他的话就是保住笔可能出墨应该还ok 但是可能我用的墨水本身流动性比较大如果用一些流动性比较小墨水会好一点那笔的话反正还ok 而且这么看还挺漂亮的唯一读透明示范我觉得还是要用彩色墨水不要像我这样用黑色墨水 好那个基本上就这样子了好那今天到这里那个有什么别的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